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到了逢星期四的KTL搜尋節目時間 我是北永妍 近日香港有一套電影很紅 就是由鄭寶瑞導演的《九龍城寨之圍城》 很多平時沒什麼去戲院買票看戲的朋友都去了捧場 我們的朋友還看了幾次 這套電影不僅成為近年少有叫好又叫座的電影 更加成為城中熱門的話題 因為九龍城寨的畫面和故事 很容易勾起了很多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所以今天我也打算和大家說說 我們香港三不管地帶裡一個很傳奇的人物 他就是來自英國的潘寧卓的故事 在1966年一個22歲的英國單身女子 因為很想傳教來香港一住就一世了 當中有27年他在城寨和妓女 導遊、黑幫、賭徒一起度過 1944年出生於倫敦的潘寧卓 他家裡家境不錯 自小就喜歡音樂 並且就讀於英國皇家音樂學院 他從小就跟隨父母參加教會 出國去貧困地方宣教一直都是他的夢想 畢業後他就計劃去到非洲傳教 但就處處碰壁 他知道上帝要他做些事 就是要他去海外傳福音 但確切去什麼地方又毫無頭緒 於是他就向教會的牧長求助 牧長就給了一個很獨特的建議給他 就說你買一張能夠去到最多城市 但又最便宜的船票 等上帝告訴你應該在哪裡停下來呢 於是潘寧卓就萬無目的地上了一班 由法國開去日本的船離開英國 途經八個國家在不同的城市拍過案 但潘寧卓都未知道應該去哪裡 那一年是1966年他只有22歲 直到船在香港維多利亞港 潘寧卓內心忽然感動 他覺得這個地方就是上帝要我留下來的地方 於是他偽然下船要求入境 但一個英國人身裏只有10元港幣 海關就說這些錢只夠你在這裡生活三天 到底你想來做什麼呢 潘寧卓就凌基一足 想起他媽媽有個契仔在香港做警察 於是他亂說我來香港找警察親戚 那時的關口沒有現在那麼嚴 於是就讓他入境了 在另一位傳教士的介紹下 潘寧卓就去了九龍城寨一間小學裡 教英文、音樂和傳福音 當年的城寨就是連警察都不敢進去的三不管地帶 但潘寧卓進去就毫無難度 他曾經在訪問中這樣說 他說一個外國女人進去城寨其實挺方便 反而如果你是一個中國男人 黑社會就會打你 因為這是他們的地頭 但這些黑社會反而對我沒有戒心 加上黑社會一向都看不起女人 所以基本上就沒有人找我麻煩 由於教的是小學生 潘寧卓就經常跟著城寨裡的孩子出出入入 每次進來的孩子都會帶潘寧卓走不同的路 黑社會看到他經常和小孩子一起都由得他 不會找他麻煩 我們看電影就覺得城寨很懷舊很有型 但其實真的住在這裡環境是很惡劣的 那些不怕人的老鼠、粒粒亂的環境 最重要的是住在裡面的人多數是社會最底層 最沒得救的一群 比如五、六十歲還是靠賣淫滿足毒癮的妓女 凶神惡殺的黑道人物 偷騙拐騙什麼都做得出的隱君子 但是來自英國還在皇家音樂學院畢業的潘寧卓 就義無反顧誓要留在這個康莊的地方 他說一進來 樂高頭看到上面有妓女 看下面就看到有人在吸毒 前面是賭檔 人家看起來覺得很煙瘴氣 但不知為什麼我就很有感覺了 覺得這是最好的地方 是我要留下來侍奉的地方 再沒有一個地方讓這裡的人更加需要愛 需要關心和需要信仰 教了一輪書 潘寧卓又發現這裡的年輕人沒有地方去 沒有正當的東西玩 但很容易會走回他們上一代吸毒賭博入黑社會的老奴 因為城寨幾乎處都是妓女、吸毒者、黑幫和佳童 很多破碎家庭的孩子十幾歲就開始吸毒 他們進出監獄 沒有人愛他們 沒有人告訴他們人生其實還有很多選項 於是潘寧卓就決定在城寨開展青年的工作 他借了小學一間課室來做聚會的地方 在那裡搞活動、打乒乓球、唱歌 假日就帶他們出去交遊 很多從來沒有被人接納、沒有被人愛的青年人 都被這個地方吸引了 潘寧卓說 我曾經目睹城寨裡有一百個人同時追龍 真的很慘 我納智就算救活一個人也值得花我一生 他就是這樣 這樣將自己的青春、將自己大半生的生命 奉獻了給城寨、奉獻了給香港 不過你對人好,人家未必收落 最初街坊對他的熱情充滿疑惑 甚至有人認為他是不是英國派來的間諜 所以對他不太友善 潘寧卓自己也是住在城寨的 試過有毒販在他家的門窗和傢俬抹一些糞便 希望可以嚇走他 不過因為他其實是拿個心出來待人 越來越多隱君子相信他 參加他的活動 甚至戒了毒信了耶穌 於是黑社會都開始關注他 除了威嚇更加派人監視他 誰知被派去監視潘寧卓那個年輕人 竟然因為近得他多 信了耶穌並且戒了多年的毒癮 越來越多人改邪歸正 於是那個找人監視潘寧卓的黑社會頭目 就約了潘寧卓 跟他說如果幫派裡任何人可以跟你戒毒 都可以選擇脫離幫會重新做人 會不會再追究 其實這個黑社會大佬都對潘寧卓以愛來改變人 真的覺得心服口服 住久了街坊都說了 如果你不是英國派來的間諜 應該就是你口中所說的耶穌叫你來愛我們 潘寧卓也慢慢變成了全職關顧城寨的窮人 隱君子和妓女 二十多年間他令很多人的生活改變了 大家都尊敬地叫他潘小姐 潘寧卓在一次訪問中很感慨地說 有個妓女六十多歲 每天坐在漢口拉黑 他一見到我就會扯著我三尾話 潘小姐你收留我吧 讓我去你家吧 由於當時潘寧卓已經把自己家裡變成戒毒所 收留了十幾個剛剛信了耶穌的吸毒者 住在他家裡戒毒 而那個女人也是個隱君子 一天三次接完客 都會叫客人打白粉針在他的背部當是人工 很可憐 於是潘寧卓就忍不住帶了他回家 還有一個陳太丈夫一早離世 她獨力撫養一個兒子 但兒子染上毒癮更加因為販毒要去坐牢 潘寧卓有一天去探望陳太 她發現她病在床上已經幾天沒吃過東西 原來陳太絕望到決定不吃不喝將自己餓死算了 於是潘寧卓就聯同幾個年輕人每天熬湯帶給陳太喝 開解她鼓勵她 最後陳太打消了自殺的念頭還順了教 病好之後她更加主動去潘寧卓家做打掃煮飯為她報恩 潘寧卓的好心腸由她家徒四壁可見一班 她家裡的貓是撿回來的 家具是別人不要或是移民送給她的 潘寧卓幾十年來生活都是很簡單 她說戒毒其實很容易但一個人的心要改變才最難 我見到很多人他們的父母都說這個人沒得救了 但最後他們都得救所以我很開心 潘寧卓對這個社會上最底層的人完全沒有歧視高下之分 她說見到那些五六十歲的妓女我會想如果我也是在這裡出生可能我也是這樣 聖經裡面有個人叫史提婚專門關心寡婦窮人 潘寧卓就說我們全教的人應該實際一些多些去關心貧府的人 於是她就用聖事提婚會的名義開展她的工作 由最初在九龍城寨租個小地方為幾個人戒毒 發展到現在在港九新界一共有六個地方幫百多人戒毒 還有露宿者之家等等現在有超過一百個義工幫忙 由於背後沒有大教會財力的支持 所以她的開支全靠捐獻來維持 1993年政府將九龍城寨拆卸 潘寧卓就沒有停止她的工作 繼續在不同地區設立康復中心幫助弱勢社群 2007年聖事提婚會已經擴展成為可以為二百個人提供住宿的機構 並且獲得政府批地在沙田雅公國興建福康院社 1988年潘寧卓更獲得港英政府頒贈MBE分銜表彰她的貢獻 城寨拆卸後部分位置改建成為公園 1995年工程完成公園開放 其中一個角落原來就叫做潘寧卓峰 是技術這位曾經被譽為香港德蘭修女的女子的事跡 潘寧卓也將自己的經歷寫成追龍這本書 雖然九龍城寨消失了但潘寧卓認為香港還有很多無形的城寨 他們都是被人遺忘的社會最底層 今年80歲來香港已經58年的潘寧卓 大半生都是為香港最窮最被歧視的人服務 他才是真正用生命見證了自己的信仰 今天節目時間有夠 下星期我會繼續在K2搜尋和大家說新的故事 拜拜